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層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新掛牌的二手楼 listing 回到我拍攝最多的二手楼屋院 就是Amazing Brand Moon 拍攝最多的一棟樓就是Tower 2 而這隻職是兩房兩次903呎的單位 我已經不止掛牌過一次 去年五月份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一個同樣一模一樣的職 就是43樓 我們這次的樓層低很多 是五樓 我記得當初43樓 最棒的就是景 向北有山景 向東可以看得很遠 背著Skytrain我沒那麼吵 五樓有沒有景 現在和大家看看 我現在身處在這個單位的 就是廚房 前面是客廳 我看出去的就是北邊 我的右邊就是東面 原來來到五樓 也是有景觀的 其實很驚訝的 因為屋主 就是我的客人 其實已經是朋友 跟我說有個五樓的單位要放 我心想死了 五樓會不會完全遮蓋 然後原來也不錯 來到這裡我們可以出露台看看 剛剛也打掃完了 原來這裡很刺激 好可愛 來到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即使去到五樓 其實我們已經是屋主最低的一層 下面是屋主 都會看到完整很壯觀的山景 左手邊 向西的這個角落 我們就會明顯低了很多 就會覺得見到這個房間 因為這個房間是製造了 所以看上去的東西是很新的 風格是很新潮的 就是這個金色的房間 後面有些玻璃幕牆 雖然是有遮擋了部分來景觀 但你又不會覺得很肉酸很噁心 前面看出去這一堆 就是下面四樓會所推出的一些 大家知道派對的空間 散步的空間 主要都是以綠色的東西為主 有少少沙地 看出去遠一點 白色餅 就是未改建舊的Brand Wood Mall 再遠一點 就已經是山景和獨立屋 我們向東邊的景觀都挺開放的 雖然說我們的正東面 是有一個Tower 3 但是這個距離 令到我們看過去 都只是一個可能是一個 背景板在旁邊 就不會說是全Block 我們都會看到東邊 那邊 這邊高一點 SFU Mountain的景觀 所以都開放的 所以我們現在體驗到 五樓也有美景 當初為何這個客人會選擇五樓的單位 我們可以去看看這邊 我們先看看 我們看去南邊 一樣有景觀 現在向東 前面是南 我們便會看到 Sky Train的軌道 這個單位的跡 同樣都是背向著Sky Train 大家走到這邊 才會看到Sky Train軌道 所以聲量受影響的程度 就會較低 我剛才在單位裡 都沒有聽到Sky Train的聲音 望向南邊 這一堆都是開放的 前面有點濕碎的樓 這裡就是Concord Brandwood 未來的話 有機會前面那一塊空地 都會再建一些樓 因為那裡是Oasis 即是第二期的 現在都在賣的 那就是2027年落成 所以未來可能隔多兩三年 開始就會看到那邊 有動工越起越高 這是一個整個Wrap Around的露台 這個跡會在Tower 2裡面 是最漂亮的 現在Sky Train走過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聲音 一點點 很輕鬆的 未會對外造成困擾 好了 我們看完外面的外景 其實我們可以說 將來的發展會是怎樣 Amazing Brandwood 這一棟是Tower 1 剛剛賣光的Tower 5 即是樓花 在2028年落成 就會在它前面向北 然後Tower 6 就是現在準備發售 其實都未準備發售 Tower 6的職已經出現了 但它仍然在接觸 之前Tower 5 未得到單位的朋友 正在做內部的選購 然後下一步去到Summer Time 可能過多半個月一個月 真的可以向大家展示所有的桌子計劃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來看 然後準備去買單位 Tower 6的位置 就會是Tower 5在後面 如果大家看到那邊 Amazing Brandwood的 Show Home的桌子 對出就會是Tower 6的位置 Tower 6的特色 就會是它有更加壯觀的山景 因為Tower 6後面向北的位置 就完全不會遮擋 沒有Next Future 沒有Tower 向西 向東都可以 而我們說回 我們現在這個二手樓的單位 我們進來的 這個就是903呎 兩房兩次 就是向東北角度 剛才說這邊是北 這邊是東的 客廳的話就會有個 這個叫什麼 有個柱在中間 這邊你可以擺梳化 這邊擺梳化 兩邊有門 剛才我從這扇門出去 這邊也有個 sliding door 大家都可以從這邊出來 所以也會有些通風的感覺 很大風 今天也挺大風 然後我們看看飯廳和廚房 這個單位所有東西都一樣 其實整個配置 唯一是這次跟我們上一條片 一年前的一條片不同 就是顏色不同了 這次主要是黑白配 大家看到所有的櫥櫃面 都是白色的 它的Back Splash 就是這些黑白分明的 好像有些Pattern的磚 這個也挺型格的 這隻的Color Scheme 現在去到新的樓花就沒有了 我之前賣的很多單位都好像不是這顏色 其實我很特別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顏色的 我覺得很型格的 很少看到這樣 這麼強的 contrast 又不會是太突压的顏色配 這些全部到頂上都是櫥櫃 Tower 2這個單位的設計 其實就是儲物空間特別多 大家看到這些全部都是到頂的櫃 這個上面沒有了 它的下面也有很多貴的 我們從Color Top這邊說起 其實它連電掣都配了深色的黑色 所以好像在單位的Back Splash裡面 然後洗手盆在這裡 洗碗碟機就是最外面的 下面就有垃圾桶的空間 垃圾桶的空間也幫你做好一個凹槽 已經擺好了垃圾桶 又有一個讓你擺紙巾 擺手套的位置 這邊爐頭下面也是 它的爐頭的配置是Bosch 四個gas burner的爐頭 下面也有兩格櫃桶 讓你擺一些大煲大碟 這邊一樣有儲物空間 然後來到這裡也有一個Pantry 由高到底的櫃 可以讓你放很多東西 旁邊也是 然後它的焗爐是上了廚櫃牆壁 這邊是一個24吋的 跟剛才的爐頭一樣的焗爐 上面這個也是儲物空間 我每次來到Amazing Primwood的單位 我覺得它有很多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 雪櫃這邊 牌子是Bosch 上面是雪櫃下面是冰櫃 所以放東西的地方有很多 然後做一個Islam Islam跟剛才這邊的 Countertop材料也是一樣的 Quartz石材 Islam這邊再配置一張桌 這張桌子是黏在Islam 所以它是買這個單位 送一張餐桌給你 下面這些座椅是屋主自己買的 到時交樓的時候都會清走 Islam中度比較闊 這邊還可以坐兩個人 所以如果你說有朋友過來吃飯的話 其實也可以坐到六個人 這邊Islam的這一邊也是櫃桶 它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邊也是 開到手軟 下面還有兩個 上面就是微波羅位 這邊還有一幅牆 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 也可以做一個電視屏幕 我們看完這個客飯廳空間之後 這裡進去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主人房的窗門都是向北邊的 可以看到北邊的雪山景 現在這個是Queen Size床 兩邊擺放了床頭櫃 這個部份是沒有冷氣的 所有暖氣都是電的 是Baseboard 大家可以看到每個房間都有 還有控制 這個就是Walk in Closet 現在屋主已經搬走了 之前是屋主自己自住的 現在搬走了 搬去別處住 留下傢伙再慢慢清走 這裡就是洗手間 這是主人房洗手間 它是纖維底座 有無垃圾的架子 然後有這些沙瓦 它自己裝了一個 放洗手水護髮素的架子 也挺好用的 然後這裡也是儲物空間 兩個Medicine Cabinet 旁邊還有一個LED燈櫃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Sink 這個也是油牆式的水龍頭 這邊還有USB插口 所以大家如果在這裡充電 也可以充電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大櫃桶 可以放空間 看完主人房之後 我們就去看單位的另一間房 洗手間 還有一個釘 而這個釘的設計 也是很功能的 我們現在走到這裡 就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 感覺上會比剛才主人房小一點 方向都不同 它是向東面 東面看出去 除了Tower 3之外 還有兩邊的景觀 之後也看回自己的露台 如果你靠床頭這一邊 好像我現在看過去的感覺 就多看一些北邊的山景 Tower 3就沒有感覺 好 然後也有雙門的衣櫃 現在因為condo 省位式的設計 都會是推拉門 不再打開折門 然後我們去看釘 剛剛看完怪奇文宇 Stranger Things的大結局 這個鐘 我一來到這裡 我真的覺得 哇 這麼像的 哇 還斬著一斬 燈 燈到四下 這個釘 其實我記得上一段影片 都玩過的Glass 它是三塊可以推拉的玻璃門組成 有需要的話可以這樣合在一起 裡面會安靜一點 也可以打開 我特別喜歡這類釘的設計 因為不會像坐牢一樣 沒有窗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牆壁 一關門就好像密閉空間 這隻有些Glass 你還可以偷到一些光 進來 又可以有出入的空間 如果你想吸引到高一點 可以貼一些磨砂紙 這裡走進來 就是一個 Side by Side的 Washer Dryer的空間 Amazing Brand Wood 基本上八九成的職 都盡量做到這個 甚至一房單位都有 我們上次有一個 46樓一房出租單位 都是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 這個是乾衣機 這個是洗衣機 上面這些櫃都是原裝 交給你的 還有一些空間去放東西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 這個是Second bathroom 剛才Master bath Master洗手間 有個Shower Store 現在這個就是浴缸 一樣是一個掛在上面的花灑頭 這邊都是兩個大的Medicine Cabinet 屋主搬走之前都做了大清潔 所以我現在一邊摸東西 行的東西都乾乾淨淨的 本身都保持得不錯 這裡再走過去門口 就已經是門口了 鞋子放整齊一點 這裡屋主放了一張床 其實就是體驗到這個位置的空間 就算你放一個小的矮鞋櫃 也不會太阻礙 我剛才進來都覺得這樣挺實用 可以放一放 那這個就是門口進來的儲物空間 就是你可以放鞋櫃也可以 掛衣也可以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買過不少Amazing Brand Wood 這個屋苑的單位 也觀察著這邊的市場 因為又會買樓花 買二手樓 出租等等 我發現幾個特點 在這三棟樓中間 似乎是最熱門大家的選擇 當我去幫Seller買 或者幫Bio買的時候 都會喜歡這棟樓 那為什麼呢? 其中我總結了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這棟樓 它是最近Skytrain站 就會覺得這個最方便 因為它直接落到最底 其實它除了一個在旁邊 這條Altherway的出入口之外 它還有一兩個後門 是對正這個Mall下面P2 你不要再勾你的蚊子 是啊 採菇是不是? 對焦不到蚊子 剛剛說到哪裏 提供了蚊子之後 這棟樓 稍後跟大家去看看 它其實可以直接到P2 P1的停車場 是你一出去 是一條暗門 即是外面看 不知道那些人不知道 住在這裡的人 就知道 這裡的門 原來是可以直接出入 下面的Mall 停車場 走去Skytrain就很方便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Tower One 因為它舊一點 2019 我們新當一年2020 那棟建築下面 我忘記了哪一層是分隔 但是比較大的部分 是Rental component 就是發展商管理 是全部拿來出租的 所以 當初賣樓花的時候 沒什麼所謂 不過現在去到二手 或者選擇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我都是儘量選擇 整棟都是Residential 就會好些 這是另一個原因 我們又說一個很 interesting story 就是有關於這個屋主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會想的概念 就是覺得 既然你要買一個condo 當然買高層 就算去不到很高 也中高層 不買低層的 又沒有view 總是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市場 其實原來 直至認識了這個客人 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認識他 之後我才改觀 因為我發現 Local market 這個也是因為我是一個newcomer 發現Local market 有很多人其實未必可以很習慣我們 好像香港一個很城市密集式 高層望遠的生活 他們有時候會畏高 好像一個這麼漂亮的露台 你叫我去到46樓 我走出去也沒所謂 我們應該賣最高是46樓 對 那個一房的出租單位 但原來有很多人 他真的會畏高 你叫他去五樓 最多那天五樓的露台 我就可以走出去 可以享受一下我喜歡露台 但你叫我買到 不要說四十幾樓 四十幾樓 十幾二十幾樓 我都開始腳陣 不敢出去 露台就變成沒用了 所以這是我領略到 原來第一件事是這樣 因為這個屋主 都是有買其他pre-sale unit 所以變成是他 再去買另一個 我們去買另一個pre-sale的時候 當初簡單為了千叮萬叮 千萬叮 千萬不要給我很高層的東西 單位數字可以了 否則太高 偉高就不行了 然後另一個很搞笑 這就不關這個屋主事 是其他客人 有反映過 就是哇 這麼高火燭怎麼辦 走樓梯 走死我 你是阿公 我阿公 我公公住在上海 我公公住在十二樓 很擔心 萬一火燭 那怎麼走 然後他跟我老公說 我準備買抽繩 到時油繩下去 他是不是已經買了 沒有了已經 直接就自己買了抽繩 有什麼事我就油繩下去 他在展示 我心想你先不先油繩 然後說你先不先油繩下去 我公公現在九十幾歲 九十幾歲老人家 我跟阿公說 不如算了 你不要搞這些事情 油繩下去 油繩很難的 如果像我這樣 我要訓練多久才可以油繩下去呢 你無法訓練 油繩要抱著柱子 不是你抱著 就是你抱著它 用繩子抱著它 用繩子抱著它 那麼大 為什麼 首先 油繩 其實五樓不用油繩 跳下去 當然不是 你只要跳下去 跳下去 腳斷 五樓 五樓都要油繩 如果你想逃生 是不是 首先 為什麼要綁住柱子 綁住外面的難度 首先你走樓梯下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油繩 這樣嗎 五樓走一層 走兩三層已經可以走路了 OK 如果 不用那麼長 如果你想要油繩 為什麼你說要綁住柱子 為什麼不可以綁住露台 露台有很多東西綁 露台的螺絲釘很鬆 會斷的 一個人最多可以油到多少樓 看一條繩多長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時候終止 油繩徒生 好 和大家說笑 這邊的防火安全都很好 都做得好足 不用太擔心 比如這些室內的 這些 這個應該是concrete 比如這些都是灰板 灰板是防火的 是不是 內火性很高 它內火不是 灰板是內火的 好奇好 還有這裡的室內 其實大家會看到 前面這裡 都是sprinkler 有這些灑水系統 所以剛才也是和大家說笑 不用太擔心 如果在那裡起火 其實這個已經會馬上運作 所以我順勢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看到這些Sprinkler 千萬不要想著掛東西在上面 因為有試過 你為什麼不斷拍著我 這是我拍的 知道嗎 因為有試過遇到些個案 想著掛東西上去 掛個吉祥符號 或者一件很輕的衣服掛一掛 結果就觸發了它 然後灑到整地都是 那你就要賠 所以大家如果在室內 看到這些Sprinkler的System 千萬不要掛任何東西上去 為什麼掛衣服上去 會噴水 其實它 這裡有一枝紅色的東西 如果大家看到 這枝紅色的東西 其實是玻璃 如果它受到熱 受到某一個高溫 那個東西就會爆 即玻璃就會爆 那一爆 水就會沖出來 嗯 這些有不同溫度 有不同型號 不同型號 有不同溫度 這一枝是比較 不可以說是舊款 以前用得多 現在的新款 就不是這樣突出來 一枝 簡直是一個 是藏在牆上 大家會看到 你的天花板 可能會有一個 圓形的膠 這樣吸出來 少少空隙 其實那個也是 Fire Sprinkler 它只不過是藏在裡面 所以那個東西 大家都不要去攪 因為那個也是一樣 受壓了會突出來灑水 受熱 受熱之後 都會突出來灑水 所以這個是現在 新的condo 的一個保障 以前比較舊式的condo 就沒有這些灑水系統 我們的 unit number 是512 門牌號碼1955 Altherway 是Amazing Brand 門屋苑的Tower 2 第二棟 2020年起好的 這個單位 兩房兩次向東北 corner unit 室內總面積903呎 然後每個月的管理費 就518元 我們現在的掛牌價 是$89.99 這個週末已經在做 Open Hous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預約 你的眼睛很癢 好癢 燈 它歪了我 燈 喂 為甚麼要向著我啊 你... 什麼... 啊... 兒子啊